另外看到秀林乡公所109年照顾服务员考照训练课程 主要是期盼能够增加秀林乡的长照人才 而秀林乡长王玫瑰也在捷训当中呢 是特别颁发29位学员捷续证书 并协助学员们从事这个媒合就业 那么从事社区关怀站、文化健康站、医院等照顾的服务 那么增加乡内的就业人口 也实现了在地人照顾在地人的目的 为了协助部落族人们考取照顾服务员的证照 秀林乡公所办了109年照顾服务员考取训练课程 这次参加训练课程的学员共计有29名 从3月9号到3月20号 先是在秀林乡公所办理培训 课程分为学科以及术科 其中术科则是一道说风箱门路分院进行临船实验课程 为了提升考取议 服务员公所在6月29号到6月34号加开冲刺班培训课程 期待增加修林乡长照人才 并且培训课程结束之后 协助学员们每可就业 修林乡公所同时也颁发结证数给学员们 来肯定他们的努力成果 我相信你们在这学习的过程里面 当然有很多的难度 但我也相信只要你们用心 只要你去认真 那个振透期忍耐一过 你们就会考上 好不好 我真的非常期待 因为老人之家现在就要用很多的人 我希望你们拿到真实的时候 老人之家离我们很近 如果真的要工作的人 我们未来也会帮忙去 帮大家来推荐 最重要 我们是希望让我们的乡民有工作做 现在工作也很难找 我希望大家能够不管是打造第二个就院也好 第一个就院也好 真的希望你们就是能够有稳定的收入 能够稳定生活 能够照顾家庭 这样我们的社区才会和谐 才会快乐 我想公所没有什么能耐 这个班是今年美规一直最重视的班级 所以在考试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充次班 我们就表示考试政策对主人们是一份保障 也是投入第二专产的另外一个开端 决心之后可以选择从事社区关怀站 文化健康站 医院等照顾工作 兼以实现在地照顾在地人的目标 记得join希望能见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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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